大家好 星期二得道 今天是2022年 12月6日 星期二 這一節 要跟大家探討一個很重要的話題 就是 我們的敵人 習近平 究竟他的精神狀態正不正常呢 本身 我也有一點懷疑 聽到李一平興 他的節目就剛剛說了 習近平的父親習仲勳 本身到了一年多的時候就有精神病 現在習近平到了一年多 根據他的家族病史 很大機會可能會有遺傳性的精神病 如果一個人是有精神病 而他還是掌握了全國最高權力的話 其實真的很可怕 是不是 你怎麼會想到一個瘋狂 做國家主席 那麼我們 首先引述一點點李一平興的內容 大家有興趣可以聽到他的頻道 可以去他的頻道聽 一評論證 李一平就說 習近平的父親習仲勳 當年 其實就是 曾經支持過 胡耀邦 幫胡耀邦 平反冤架錯案 當時就被黨裏面的人排擠他 他就出來罵 和駁一波對罵 當時 他後來 因為他還是新居要職 八佬之一 他有一次在做代表大會的時候 差不多就快 要 開完會的時候 他叫大家同知 我還有一個重點要說 希望大家留下 還要開會 說多一個小時 當時他的職位 沒有人敢反對 八佬之一 好了 結果他一說 說了兩個多小時 個個越聽越不妥 由他創建在閃金陵創建這個 這個蘇區開始 說起 一直在說 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在說甚麼 好了 可能是老人痴呆症 只記得以前 但是 他又好像 精神上看起來不太妥 我們 翻查資料 原來 這個何頻 現在投了一說 當時19年是不是也投了一說 應該也是 19年 那時候我就沒有看他的 最近 何頻看到他的語言 即是他的 取向 很明顯也是投了一說 他在說習近平的父親 晚年 精神不好 所以當時就去了 鄧小平 把他趕去珠海 好了 由於珠海當時的市委書記梁廣大 這個人又稱為梁大膽 這個人純粹想拆鞋 因為 有另一個元老 是楊尚昆還是誰 當權那個元老的 老婆還是甚麼 想去 珠海養老 不知是誰 我一時間 醒不起來就記不起 然後就把習仲勳趕走 習仲勳為由去深圳 因為珠海其實是一個花園城市 是建設得挺漂亮的 空氣也好 好了 趕去深圳之後 當時的深圳市委書記李厚 李厚後來做過港澳辦 李厚 如果大家 有些年紀的話 也會記得這個人 新聞當時 八九十年代 中英談判之後 經常說老李厚 好像是港澳辦 當時是其中一個 好像是副主任 好了 我們再跟大家說說 究竟 這個習近平是不是也有精神病呢 李一平就說他應該是有精神病 原因就是他應該屬於家族遺傳 因為他父親 本身也有精神病 那麼他會不會有呢 他有沒有精神病呢 第一有機會遺傳 第二 就是他的少年 從他小時候開始 他是被人欺負 在文革的時候 受到其他童年齡的人欺負 當然好像薄熙來也有欺負他 擺明是欺負他 他被人欺負的情況下 就會有一些反社會人格 反社會人格之餘 還有被迫害的妄想症 我們詳細跟大家說說 究竟習近平這個人 是有哪一類的精神病 我們認為他有的精神病呢 詳細跟大家說說 說之前 記得支持六部曲 按LIKE 點擊廣告 建設性留言 社交媒體share 通擊五目 訂閱我們的Patreon 星期二日報後備頻道 月費贊助 我們 誠意邀請 經濟許可的朋友訂閱我們的Patreon 如果在內地或是香港 想買 VPN 可以考慮一下我們提供的VPN 多謝大家支持 說回來 因為一平興 他在節目裏面分析 習近平 應該 他除了有反社會人格 這個是他成長的過程 他是被人欺負 所以 他到了現在掌權之後要欺負 反社會人格有一個問題 即是有一種特徵 就是 他喜歡看人家受害 看人家受苦 而他 沒有同理心 根據外國的評論 根據外國的評論 這些是4%人渣 總之100人裏面是4%人渣 沒有同理心 對於 人家 發生的悲劇麻木不仁 甚至乎 落於 看到人家受苦受難 而習近平 大家看好他當時 對付香港 以及這三年 在中國 搞疫情風控 其實 他是中了這個反社會人格 好了 然後也有說習近平 本身 是有些 是被迫害妄想症的 由於他 小時候就被人家批鬥 在文革的時候當然被人家批鬥 被人家圍住 一群紅衛兵圍住 就打倒習近平 連他老母也出了他 舉報他 當時原來他小時候有偷東西 然後被他老母舉報 然後被他批鬥出來 結果被他老母出賣了 他其實身邊甚麼人都不相信 所以你看到他 利用完王岐山 就一腳踢開王岐山 利用完樓園 就一腳踢開樓園 這種人 完完全全 沒有任何感情可言 除了有反社會人格 還有被迫害妄想症 經常覺得會有人暗殺他 經常會 他自己會躲起來 不想面見其他人 我們 其實也覺得他 分析得很準確 你看到習近平的表現 很多時候 他的政策 不是很連貫的 其實我覺得他已經有精神分裂的地步 他除了有反社會人格 有 被迫害妄想症之餘 他還有精神分裂 他有時思維很跳躍 他會想到美國人會害他 人家甚麼都是陰謀 他是完全相信那套陰謀 總之人家做甚麼都是想來害他 又或者 他把整個國家當作已經是他自己了 屬於他的私人財產 你美國想來害我 想來害我的國家 想來害我的人民 實際上 害人民的是誰 大家都知道 就是習近平本身 為什麼我會 你一平興 做了這節目之後 我會做多這節目 會在想呢 我會即時想很多事情 我們看到這個封控 其實 現在的解除這個封控 以及習近平罕有提到 這個 他在 對著 那個 歐洲理事會 那個主席 那麼他 跟他說的時候 他覺得 現在年輕人 可能會很大壓力 受苦 很累 他 那種精神訓練 他一直都不認為他是在害人 他現在也在說 年輕人那麼慘 我要幫他 不要那麼豐碰 實際上 他就是令到年輕人沒有希望的人 他本身就是那個迫害者 就是那個加害者 現在他忘記了自己是加害者的身份 他那種精神分裂 他已經忘記了自己是加害這班年輕人 甚至乎 加害全中國十幾億人的魔頭 他自己抽了一身出來 有點像 無間道 大家有沒有看無間道 無間道入面 到了第三集 當時那個劉德華 他已經是 精神分裂了 他已經出現幻覺 他當時看到的人 看到黎明 指著他 叫他劉健明 你是黑警 他以為自己是個好警察 然後 一槍打了 我覺得 現在的習近平 是有機會 是好像劉健明 劉德華做那個角色 他已經 不記得了自己是誰 他就是加害自己的角色 但是他不記得 他以這個 平常人的身份來看回事情 是不是這樣 是不是精神分裂到這個地步呢 我不敢說 不過 一平輕說得對 在他身邊的人 所有工作人員 也好 也好 就算是中辦主任也好 看到這個情況 你能不能覺得開口 主席 你是不是有精神病啊 你不去看看醫生吧 誰敢說的 開口就被人吵死了 開口就被拉著槍斃了 所以 身邊的人 就算看到他的那種精神病 或者 發作的 根本 大家都 不敢開聲 這個問題 其實也是很嚴重 因為他有機會 發瘋 所以如果你去判斷這個人 我們以往經常會猜錯這個人 因為 原來他 很大機會是有反社會人格 他甚至乎 是有一種被迫害妄想症 加上 他 可能已經有精神分裂 這樣的人 你怎麼去猜他 正常的行為呢 是猜不到 最重要是猜不到 最重要是你猜錯 大量的投資在中國 這個問題才會嚴重 因為突然間他得如其來的 你猜不到他 所以你看到那些病理 他起碼會不會受到老闆的影響呢 我覺得不出奇 現在今年69歲 習近平今年69歲 他爸爸 他父親應該是70多歲的時候就開始精神病發 計算數 計算時數 他可能 現在會不會提早精神病發呢 因為情況不同 他的成長過程 比他爸爸更加慘 因為他十幾歲 當時只有13歲就是文革 文革就開始被人批鬥 因為他爸爸62年已經到了台 他9歲的時候 爸爸已經到了台 已經沒有了保護衫 沒有人保護他 到了他13歲的時候 就被人打倒 被人批鬥 我們也說他的成長過程 肯定會令到他人性很扭曲 這一節我們先分析到這裏 接下來 你要很小心地觀察這個人 因為 他是我們香港人的 最大的人 如果不是他 我們也不用浪漫 所以研究他 當然我們現在發現他的病徵 我們也要很詳細地去研究 這一節先說到這裏 拜拜